你说什么 要我做卧底 我们斟酌了很多人 最后一致同意 你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呀 你看看这个 你认识这个人吗 左左目去 对 就是左左目 坐 他是早稻田大学 政治系毕业的 曾经是你所在的 京都地经大学 政治系的讲师 据我们所知 一年半以前 他在日本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 叫做东亚农民肯荒团 以农业技术交流为宗旨 来到了中国 先后在我们的东北 华北一带活动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 我们怀疑 它是一个特务情报组织 之后 左左目向南京政府提出 要在隋远建立一个 肯荒团的分支机构 那你的意思 左左目军 他是日本特务 对 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 他是一个日本情报员 令我们困惑的是 他来隋远干什么 日本的军队 现在大部分不都在我国的东北吗 傅作义将军怀疑 日本军队 又通过远东 经过蒙古 入侵中原的计划 所以呢 傅作义将军 急许我们的人打入敌人内部 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也可以提醒南京政府 早做防范 那你的意思 让我去那个肯荒团是吗 你跟左左目呢 是师生关系 你有精通日语 这可是先天的条件 关键是你自己 要有为国效忠的决心和勇气 这个任务 是有很大风险的 你呢 可以考虑几天 一定记住 我刚才和你说的话 你要严格保密 你现在呢 还需要填一个表格 把你所有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 跟你交往过的所有人 都要写清楚 为什么呀 我们要对你有更深入的了解 对不起 这是纪律 局长 军部给汇化了 怎么说 他们说副作义将军有令 不许随便对老百姓使用武力 所以 第十军拒绝派兵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还不是为他们筹费军粮吗 他们现在在做好人了 混蛋 局长 你先别生气 我倒是有个主意 好 我这就去办 快 上去看 上去看 兄弟们 现在有活干了 有肉吃了 你们要打起劲上 我们要打扰 好 大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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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亲前领的军队 把封际区取口给占了 我这刚才没想到 占了取口 但是往后整个冠服 都在听他们的 奶奶的 这一天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让你的兄弟们赶紧做好准备 他们随时都可能到 他们不会来几万人吧 害怕了 我有一个宗旨 钱得赠 这个命也得要 放心吧 真要是来几万人哪 我也不敢亲自来 王公中 咱河北老乡也来了 去给你撞上声势 亲不亲故乡人哪 我跟定你了 王公中 跟定你了 你了 你了 我谢谢大家伙了 如果咱们今天不死的话 回来我重谢 一夜 到 走 走 他们到了 他们就来这么几十号人 王土地啊 王土地 你真是胆大包天哪 张连长 现在取口就是军事重地 谁要敢贸然进犯 格杀无论 明白 副连长 查我的命令 将你们的人都做好准备 来擅装这 格杀无论 上 不得让他们抢个出口 到 走 走 走 万土地 哈哈哈哈 不得了 职人 有点 被 hedge 拿到了 消费 每天 都 好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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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 哎呀 救 大火星 大火星啊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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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你害死我星 我告诉你 害死他的 是他自个儿 还有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 你少废话 你让你的人 把地给我交出来 你休想 你给我记住了 这黄河水 是老天爷给我们后套老百姓准备的 不是你想抢走就能抢走的 这后套的地 是我们引黄河水用来浇灌的 不是你想霸占就能霸占的 好 那咱们走着瞧 大白哥 齐都立起来了 走 给他拔了 走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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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打 咱们就来不及了 来 把他们的帐篷给我拆了 把鞋子给我扒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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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郊 你们还当什么 一派丁丁 打 刘先生 你敢叫我开枪 我给你拼了 你别比我 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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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 versus 对 杜先生 你来的 clung 花大 井珊 如果可以 犯亚 daddy 糊 真的 别开枪 土地 土地 别开枪 乐队 你们敢顺利啊 有本事 你就把我们全打死 你还不是严勤贵 想能活着咱们给他盗 监联冲 那 把家严勤库赶走 把闹事的 全抓起来 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不 他有没有办法呢 听听不着我 放不出去 放出去 别让人了 咱们只是给抓进来了 还没死 侯先生 侯先生都死了 娘子 没想到鲁青贤这小子敢下令开枪 鲁青贤这仇咱是给他结下 看爆了 看爆了 后塔大财主王土地被抓 看爆了 先生你走好来 看爆了 后塔大财主王土地被抓 看爆了 先生你要爆吗 好嘞 先生你走好来 看爆了 后塔大财主王土地被抓 看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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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总编 我们的报纸对王土地的报道不全面 这完全是肯物局的一面之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到后塔采访的记者 江云霞小姐吧 请问您是哪位 隋远城肯物局 鲁青贤 很高兴见到你 刚才你说 报道事实 没错 关于王土地的报道 省府一再强调 咱们随远日报 一定要和肯物局的口径 保持一致 江小姐 现在是乱世之秋 人心叵测 咱们最好 别给省府添乱 是吧 温总编 好了 温总编 那我告辞了 对了 江小姐 我还没感谢你呢 要不是你的报道 我还真想不出办法 咱们对付王土地 谢谢 另外我还听说 王种子撞死的人 就是你母亲 从这方面说 也算是给你报仇了 我相信 令堂在九泉之下 也算明目了 好了 咱们后会有期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来接着包 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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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接着包 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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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继续往前走 我来死了 这位杀石 我们有种传罢啊 你认识人所来办法 少废话 你先谢谢 请你自己大大 为我报仇 你看 看到没 警察就在前面啊 一万一开枪了 你麻烦可就到了 闭嘴 到了前面以后右拐 走 好 我听你的 我们手发动 怎么办啊 快点 抓住他 抓住他 别跑 受罢了 受罢了 我站住 站住 我看不过 别跑 我看不过 你 看不过 我看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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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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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汪局长 怎么样了 后套 王土队家我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王队应该 自从王土队被抓以后 在后套再也没露过面 那就一定是在包头 也就是说啊 也就是说啊 你这脾气有点赞 你这脾气有些见帐 你看这个王土地呀弄得我呀 弄得恳慕局势 鸡犬不宁 我这个局长都快干不下去了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秦秦呢 你还不知道 这个王土地啊 咱不仅动不了他 说不定啊 过不了几天 咱和他非放他出去不可 你说什么 放他出去 放他出去 我跟你说 郭局长 日本啃慌团到了 我知道了 你把他们带到会议室 我马上去 真香啊 吃啊 吃一顿少一顿 咱死也不能当饿死鬼 说点机灵话好不好 啥叫吃一顿少一顿的 十七年前 我记得我也遇上了 这么一件事 当时我以为我完了 可现在呢 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对对对 去 来 往后走 大叔啊 嗯 你是刚刚跟了我没多久 就进了大牢 你不怕死啊 爬下来 我高兴还来个局呢 你看傻俩原来 想见面都困难 现在 腾气头住 高兴了呢 你真喜欢 跟我在一起 我真是你要当财主吗 你做梦吧你 这次只要能活着出去 就算你小子烧高香了 闭上你这个乌鸦嘴 不告诉你啊 如果咱们能一起出去 我让你天天跟着我 我把我回的都交给你 王宏忠啊 别光把本事交给我啊 我再跟你张一次嘴行吗 张吧 我想当你女婿 你看上我哪个闺女了 不是 那 那你有几个闺女啊 不 不就是那个 拿着猎枪打兔子那个吗 那是鬼影 别说你了 我都想不住她了 再说她也有人了 哥 我们家桂篮倒是不错 很贤惠 那那个 二闺女 漂亮吗 你把那个麻子给我去了 她长得就是好 你别看她爹长得臭 眼睛小 她碎了她娘了 眼睛大着呢 这么大个 好看着呢 真的啊 只要是你闺女 长得又好看 那就行 行了行了行了 你个臭小子 那桂英和桂篮 那都是金枝玉叶 还轮上你小子挑三拣四的 这 行了 行了 如果咱们都能出去 这个事我就做主了 让桂篮 下给大众 就这么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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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厚了 我说 这样 能够帅 你能够帅 你能够帅 我 我 你能够帅 你能够帅 这是我们肯务局局长 我叫鲁清贤 久仰大名了 不用客气 坐坐坐 这日本人就会假客气啊 中文说的不好 我听他的中文说的 比你们几个南枪北调 说的好多了 我在日本 有个好老师 我听他的中文说的 他是个中国留学生 我的中文口语 都是跟他学的 哎呀 左左牧先生 我问你啊 你们日本真的就无地可耕了吗 啃荒团 啃到我们中国来了 我日本区区岛国 人多地少 自然 比不上中华泱泱大国 但请鲁局长 不要误会 我们啃荒团 以促进日中民间 农业交流为本 不涉及任何政治 不涉及政治 你们不请自来 这本身 就是政治 银耳盗铃吧 看来 鲁局长 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有陈见 不过不要紧 一回生 二回熟 我们有的是机会交流 只有交流 才能消除误会 好好好 鲁钦县局长 这是日本国发给贵国的照会 里面有我们此行目的的内容 不用了 这个东西啊 我也看不懂 你挑重要的说吧 中心意思有两个 我们啃荒团 打算在此地 设立一个常设机构 以促进日中之间的农业交流 这个地点 我们想设在后头 哪里 汉代的五元县 现在有个名字叫龙兴昌 这是第一个 左总部先生 那我 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你接着说第二件事吧 我们还有一个请求 请鲁局长 帮我们安排拜见一个人 这我可以考虑谁啊 王土地 王土地 这个人 据我所知 现在还关在监狱里 我们已经跟贵国政府交涉过了 希望能够尽快见到他 现在是南京政府 不是北洋政府 我们不会听命于你们的摆布的 请鲁局长不要激动 我告诉你 王土地 现在是罪犯 罪犯 你明白吗 一个大罪之身 怎么能接受你们的拜访呢 据我们了解 王土地 是后套有成就的 农肯和水利专家 也是后套地区 在此之前的实际领导者 那我现在告诉你 他现在是罪犯 后套现在的实际领导人 是我 鲁清贤 明白了 鲁局长 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那就很遗憾了 送客 请吧 放开 你们干嘛 你们凭什么剥夺我工作权利 我是公派的日本留学生 懂日语就是汉奸是吗 什么鬼逻辑啊你们 不要在这里屋里许闹 你要再这么闹 我就叫警察把你给抓起来 好啊我不怕 来啊 来啊 抓我 来啊 黄吴亮 吴亮 吴亮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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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巧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左船吴亮俊 你什么时候来来我 走 到我中正的地方 走 来 来 坐坐牧群 吴亮俊 清酒 清酒虽然没有中国酒裂 你这么喝 也是会醉的 我心里憋屈的话 你就让我喝吧 吴亮俊 当时劝你留在日本 你死活不肯 说要回国效力报效国家 这才多久啊 你就借酒消愁了 不提了 一己之力 南敌潮流 现在中日关系这么紧张 我这个日本留学生 也受到牵连 恍恍如上权一样 如今 连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都没有 年轻人报国无门 是这个国家出毛病了 吴亮俊 你想过没有 你可以到我的啃荒团来 帮我做事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现在在跟日本人 扯上关系的话 那真的是说不清了 如果到时候你们走了 那我就惨了 不过 我还是谢谢你的好意 告诉你吴亮俊 我们来了 就不会轻易离开 啃荒团 要扎根随缘了 周董母军 你在日本是教政治学的 你来到中国搞啃荒团 请问这个啃荒团 到底是干什么的 日本人多地少 但农业技术发达 中国复原广阔 可农业技术粗糙落后 我们啃荒团 就是要把日本先进的农业技术 引进到中国来 一起种地 一起收粮 中国人吃着日本人种的粮食 就不会对日本 那么不友好了 让日本人来中国种粮 您觉得可可行吗 不是日本人种 是要和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合作 其实我不太明白 你说中国这么大地方 为什么你们选择随缘 准确地说 我们挑选合作的目标 就是你黄无量的家乡 后套 后套 后套猛汉杂居 从清朝开始 就没有政权统治 前些年 是你的父亲黄锦秀称霸 现在 又出了个 会挖渠种地的亡土地 对于我们这些外国的民间团体来说 少跟政府打交道 正是我们希望的 这就是我们选择后套的原因 那你的意思 你们是要跟王土地合作 是 那你知道吗 王土地违抗了政府 他现在在监狱里边 我们已经召会贵国政府 如果不出意外 他很快就会出来 正是 左邪牧君 那看来你对后套是非常了解的 那你可知道 我黄无量跟他王土地 有杀父之仇 吴亮君 你曾经教过一句中国的艳语 枫物常宜 放眼亮 我觉得 这句话 体现在你的身上了 年轻人要看长远些 我没法长远 对不起 如果你要跟王徒弟合作的话 我没话可说 告辞了 周中文学 这个黄无量 我暗中调查过了 就是因为曾经留学日本 被辅助医的军部 禁止进入政府部门 他跟在日本的时候一样 以腔热血 头脑简单 正是我们需要的 放心 他会回到我这里的 按您的吩咐 那两个人我已经带过来了